先前燃起大热的电影《少年的你》 在预计上映时间前突然宣布撤档 引起无数影迷及粉丝叫苦 从而一直盼着重新定档的那一天 结果这一天就这么突然的到来了 10月22日下午官微宣布 电影《少年的你》将于10月25日公映 感谢大家的等待 而距离官方发微博宣布电影上映的时间 仅剩下了三天 这个时间对于影视作品的宣发 真的是非常的藏促 不过最近这种怪现象倒并非少数 前段热播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也是无宣发上线的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电影的两位主演 易阳千玺和周冬雨 都没有发任何社媒为电影做宣传 这是连主演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意思吗 如此低调的定档 想必场面惨淡吧 但事实是 观众和粉丝的期待值超乎我们想象 可能真的是憋了一口气一直在等着 大家对这部电影一直保持着关注 一有消息 微博里观众和粉丝都在晒自己的订票记录 由此可见 《无故撤挡》难道是一招电影宣发的妙招 官宣三个小时 预售票房就破了两千万 官宣七小时后 预售票房达到了三千多万 而且官宣的日期还是工作日 上课的还在上课 上班的也还在上班 还有很多偏远的小影院还没开始拍片 因为订档太突然 粉丝也还没开始包场 这爆发力也真的是令人服气 观影群众里肯定少不了易烊千玺 周冬雨等演员的粉丝 但同时肯定也有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观众 单靠粉丝是永远撑不起票房的嘛 目前来看 开局势头很好 后面的排片肯定不愁了 对比同期预售的电影 少年的你排片率占了要有一半的样子 照这种速度 点映之后的排片率应该会更高 不过票房这种事预估不好 前期肯定是没问题了 如果后期电影内容好 观众们反馈好 口碑发酵好 那么后期创作率应该会很理想 所以后期的重点就在于电影的内容了 目前为止票房很理想 但电影在宣传这一点上是真的很奇怪 上映前三天才宣布定档时间 肯定很多人都来不及知道吧 主演等人也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过能上映就很好了 而且电影的总时长是135分钟 并没有删减很多内容 这一点真是很惊喜 原以为撤档后会删减很多内容 毕竟电影预告里的很多镜头都已经挺暴力的了 并且当时撤档原因也多传是内容暴力导致 最后的最后还有三天就上映 预售票已经卖出去小4000万了 总不会再撤档了吧 那我们就坐等观影了 对了北美档期也出来了 据说定档11月8号哦 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 快去看看自己周边的电影院 有没有排片吧 如果没有也不用担心 iTalk BBTV新上线的移动视频平台来帮助您 最北美的视频APP 高清正版免费无广告 精彩世界 想你所爱 我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为您呈现免费正版片源 好了 下面让我们一睹最新版少年的你预告 热热身吧 那你想怎么样 读书 考试 上好学校 想变成最聪明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保护世界 没点上课了 你站住 高考完了 我们就变成大人了 但是 从来没有一节课教过我们 如何变成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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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完没完 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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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到吗 想试试 那说好了 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没完 没完 没有完 没完 没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